市民明天起,可以預約接種復星Beyond Tech疫苗 醫管局營運的7間接種中心都可以打 局方說每間中心會有4-6個藥劑師和配藥員稀釋疫苗 市民打完針後藥果不適 醫護人員會急救,再決定是否送完 有俊華報導 復星Beyond Tech疫苗下星期三開始有得打 五類優先群組人士在星期三9時開始就可以預約 不過與科興疫苗不同 復星Beyond Tech疫苗要稀釋了才可以打 醫護人員會先將疫苗在不超過30度的室溫下解凍 然後輕輕搖10下 之後再將1.8毫升注射用的生理鹽水 打入疫苗裡面稀釋 之後再輕輕搖多10下 稀釋完之後 每劑疫苗可以分到給5個人接種 以西灣河這間接種中心為例 設有14個接種間 醫管局預計全日最多可以為2,000人打針 市民接種疫苗之後要在中心休息30分鐘 現場也設有醫療室 一旦有不舒服 醫護人員就會即時做急救 視乎情況先再決定是否送院 另外醫管局也會派外展隊大同稀釋好的疫苗 去到院社會院又打針 初期每個小時只會為3至4名院又接種 熟習了接種程序之後再增加 有線電視記者由進來報導 另外科興疫苗的預約方面 26間接種中心和診所 現時只有3間仍然有餘額 包括葵聰的林士德體育館 可以選的日期同時間不多 屯門友愛體育館 以及將軍澳體育館這兩間的餘額較多 預約期最快下星期三 而私人醫生即日起 亦都可以為市民接種科興疫苗